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漫畫狗 歡迎回到Monster Hunter XX 這樣有些道歉啟示告訴大家 其實過去星期 我有幾集是完全沒有出道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去了旅行 其實我早幾天已經回來了 但是我又在旅行回到不小心地弄傷了 驗了很多事情 其實在旅行期間我都準備好一些節目 誰知當我去到旅行的時候 我看回我自己的Youtube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有些部分我沒有上載 例如是上星期日的那段影片 剛剛星期五的影片都沒有 星期日的影片本來是我回來要做的 大片之外就做了之後又做到 其實現在還在傷緊 但是我照樣都可以勉強拍到影片 就照拍了先 今天應該是星期一 我照常繼續去拍 如果我做得切的話 應該我今天或明天會沒有上星期日 沒有那段影片 上星期日那段就不好意思 我就沒有了 那星期五那段也是一樣 看小一點也不要緊 其實也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好 今天回來打的 打的村長高難度任務 就是這個霞龍 霞龍去旅行的時候 我自己就手行打了一次 因為去旅行沒什麼做 沒有什麼做都想去摩登一下 但又上不到網 因為我不是經常都在酒店 所以就打了一個霞龍 那有時間在機場上吃 好 那我今天就打了霞龍 然後再 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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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身上沒有任何技能 他只有兩招技能 一招技能就是 所有出現過的技能點有加2 另外就是護石的能力加倍 其實這兩招技能非常好用 之後他身上擁有的技能 都是靠你自己裝豬上去 去開出來 首先 如果護石有些比較強勁的護石 而可能兩招技都可以 是適合用的 其實用了這個裝 之後 那兩招技應該都 基本上 應該馬上開得到 然後 之後 他的身上 我沒有記錯 是一共有 12個 豬位 有兩招是三招 有三招是兩招 就任由你自己喜歡配搭 來配一些技能 其實如果你有很多材料 去製造漂亮的豬 其實葛塘狼裝是可以 你想要什麼就有什麼技能 我現在這套葛塘狼裝 現在有一點時間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有什麼能力 也有火速性攻擊加2 這個就是那個加點 有內陣 有建設1 有龍氣 有護石強化 這又沒有關係 這個水速性攻擊 是因為我的護石 加上了一點水速性 就是這樣 其實我這套裝 我用來打霞龍 都應該不錯 因為霞龍本身 除了龍屬性之外 他也是挺怕 這個火屬性 加上他的尾 會繼續震盪 用來打他 應該都可以 他不是一隻 很多瘋癲的龍 但是他有很多麻煩 就是他會放毒 和他會偷東西 這兩種東西都無可耐學 其實比較 因為這兩種技能 不是太重要 所以我都免得要加 就跟他放在桶裡加 哎呀,果驅 回過去 對 如果你打霞龍 想輕鬆很多 其實你可以和朋友 去儲蓮蓉龍莊 蓮蓉龍莊 有一招 叫對霞龍 他有三招 寶貝科 其中兩招 就是防毒 哎呀,又過他 防毒 和防盜 另外左招 我忘記是什麼 他整套裝備是用來專貨打敗 哎呀,他偷了我的秘藥頂 這次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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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藥好緊要 已經吃了一粒 現在他偷多一粒 所以說我已經沒有秘藥 如果我死了 就說我不可以用全部給他打 再喝呢 三大子龍 敗 lifetime 霞龍Sun 霞龍 霞龍 有一條對薭龍的技能 有龍蜂蠟,有衣術,有儀術 之後可以防止,變成雪球上身 還有珠奇,不知道什麼 非常好用 他玩隱形就有靠場地 你要準備他的方向 因為他通常出現,會立即攻擊 有術會比較方便 如果你沒有術,會靠自己回血 毒霧會比較小心 走下去,會照樣重 看,蛇龍蜂子應該是比較弱的 我 사실覺得3大小龍蜂子能夠弱的 所以這次我測試他 其他兩隻的單打,我真的需要用他 所以要剋製那套裝備 其實我已經準備好了霞龍裝和鋼龍裝 炎黃龍裝有點麻煩,因為要炎黃龍鋼角 我需要打G位炎黃龍,要爆頭才能拿到鋼角 不是每次都爆了一頭,不然都沒有人 所以那套裝備是少不了,全身也有,只是沒有頭 但如果只是全身也沒有頭,這套裝備是有意思 因為你無法擺放石套,那套裝備就要消失了 來吧 一兩下好了,這套裝備很陰隱 其實打他都頗兇有力,因為我上次打他,其實我是用寶田裝 寶田裝是寶田爆除龍的裝,那套X位裝 他的能力最主要都是幸運,我也是贏了 所以現在用這套裝,其實我是十難找的 但我真的怕不小心死掉的力量 我想要不算死掉,不要緊死掉的力量 新衝 Mend過區也蠻麻煩 即是那只有怪他不懂得去頂做 就更討厭 不要很阻礙整個行李 那其實霞龍這枝配怪武器有方法上 我沒想像他如果缺上黑邊 隱形就不能太大 所以如果爆到角色的話 這組變得太多 如果爆到角色之後 隱形就不太大 而隱形就不太大 所以隱形就不太大 有機會要防火龍 先扔粉彈 有點危險 在樓上等了 走 走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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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兩毒來說這隻的毒量真是扣很多 比起我打過子毒機 所以這隻蠻有的.. 這隻蠻有的.. 來了 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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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是可以弄到他看到一點 不要瞄準他,解了鎖 大加火,打下去,OK 起碼不用死 忘記用這些藥 打下去,打下去 喂,動啊 輕力而已,打了一下 噢,這個沒爆喔 你先爆些什麼呢? 好,我先爆喔 好,我先爆喔 好 好 好 很糟糕,我六斬都要彈多 我這把刀是很辛苦 我這把刀最高都是藍斬 尾氣很軟 要頂上神似的力,凶貞 尾氣瀾神似的力 好 猜不到,他只偷了一瓶熱飲,不要緊 這瓶送給你,要多少 噴了味道,弄不到你,要飛走 不可以磨多東西 八斬,原來這把也有八斬,不過很快變六斬 其實這把也很厲害,因為他已經是黑炎王的十四層 其實因為黑炎王,我15號打他,很難把清電子 我可能要弄一套清電子裝,所以就先去清電子 很嚴重,清電子可以一下子擊我 只要用建裝再攻防也好 我可以去第三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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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不是殺了他,好像是這個弓咧 上次這隻角是半透明的,不是全透明的 這隻角一爆就會出現這個狀態,不可以完全隱形 回復藥,沒有回復藥也不要緊 來吧,騎第3次 狀獎刀,狀獎刀,狀獎刀 搞定 好,紫色色役,逆怪怪的色役 我好喜歡這個回復藥,因為它很快 不用,要趁時機才用 可以放心地用 即使損失了,不是太大的影響 但又可以物食當衣服 回復藥,讓我磨刀來打 其實因為我套裝裡沒有怎樣收拾 打古龍才帶陷阱 打古龍是不要帶陷阱 因為是抓不到的,古龍全部都抓不到 咦,走到地方岸 這集有點短,打了現在是20分鐘左右 我想打不到10分鐘,那隻狀獎的狀態 我來啦,小龍仔 好可憐啊,你這樣 啊,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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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追 啊,追 為什麼會走這邊呢 因為一定在剛剛的房間裡睡覺 所以走這邊是不一定會睡覺的 啊,走得了 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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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了 我要藏分了 死得很慘 其實我本身想看他死的樣子 不過不用按了B就弄到飛了 不好意思 好,這隻就是霞龍了 還蠻肉酸 大家說不是 好,今集就到這裏 22分鐘左右 可能會剪到不止 比較短的一集 我們下集回來打降龍 然後再打炎黃龍 我們完成了高難度任務 打降落任務 真的應該 希望沒有更加強的力量 可能有機會打過國狂狼 我們下集再見 如果覺得好看給我一個讚 或者分享我的影片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好,拜拜